我们美容产业近五年来 出口的平均是百分之十六 过去一年来 整个台湾的产业出口都非常的低迷 这几个产业在这个低迷的情境下 仍然创造非常好的成绩 其中包括我们的自行车 包括我们的运行眼镜 包括我们的经能性不良 当然也是帮忙我们的美容产业 我们的美容产业 那这个也是很多在座的 这边这位业者 几位业者共同领域的成果 那外泡协会呢 也注意到这个点 所以这一年来 我们再努力的来说 怎么样来跟业者合作 来协助大家一起来 争取这个好的市场 那所以在比如说 在7月25号 我们也成立了一个台湾的美妆产业联盟 十一家的国内的推厂知名的产商 大家一起来 有心共同来拓展东南洋市场 我们从8月2号到8月3号呢 我们又在办一个台湾国际美容 跟美容的产业展 配合这个展览呢 我们也共同跟卫补部 跟工业业联盟举办理 昨天有一个法规的论坛 今天呢 我们有这个美容产业的 这个市场的分论坛 以及今天还有一个产业的对接会 我们也希望冒险跟大家一起呢 把这个产业做大 把这个产业呢 能够带到我们更一个新的品牌 还有我们可以突出 我们这个大家产业升级的 一个一个前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